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你有吃过美式的加州寿司吗 台北南京东路的巷弄里头 有一家加州寿司专卖店 老板吕宗燕把美式风味带进台湾 最特别的就是在寿司上面 多加了独特的酱料增添风味 像这道名字很特别 叫做龟宁糕 夹着乳酪条 熏鲑鱼 上面再铺上新鲜的鲑鱼 最后挤上了蜂蜜芥末酱 还有柠檬片 吃起来口感很清爽 鲜味十足 另外这道煎到了表面微焦的海洋牛排 其实用的是黄旗鲑鱼 但是吃起来口感却像牛排一样 鲜 香 软 嫩 大火炙烧 在热燕加持下 酱汁和新鲜鲑鱼慢慢融合 色彩鲜艳的美式加州寿司 不单是外形吸睛 丰富馅料 口味多变 只要到了用餐时间 店里总是坐无虚席 就是它里面不是 就是全部都是米饭这样子 就是它是用就是可能很多的 不同的食材 就是弄成一个 就是像寿司这样子 就是你吃下去的那种 就是当下会觉得 就是很惊艳 很特别 卖向诱人的美式加州寿司 出自老板吕忠彦 台湾出生 美国长大的他 16岁开始学习日式料理 5年前他将道地的美式加州寿司 带回台湾 美式的寿司 愿意用很不一样的食材 愿意去用很珍贵的食材 去把它做一些炙烧 做一些烧烤 然后把它下去煮 那这时候酱汁 它的重要性就出现了 那它可以去用很多不同的 食材的变化 去调味出一个 跟它很搭的 的寿司 来自挪威的鲑鱼 肉质鲜美肥嫩 划到切块后 再分切成生鱼片 为了让客人吃得安心 宇宗宴只选用养殖鱼 严格把关鱼货来源 以前给我们的概念会知道说 野生的wild 其实会比较好吃 或什么的 但是如果说 以要安全性的话 那养殖的 我们可以去追溯到 它这个养殖场 它是吃什么长大的 它从幼苗怎么传输到 另外一个鱼温 然后再到一个鱼池 然后最后才是到海洋里面去 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去 做一个了解 排台上铺上满满醋饭 加进乳酪条 小黄瓜还有熏鲑鱼 卷的方式得掌握技巧 最早期的寿司卷 其实是香型寿司 但是慢慢的演变之后 我们就是用卷的方式 直接用海苔 那海苔上面 我们日文叫做nori 那nori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就是要把 那个海苔跟米饭 能够呈现出一个 日文字的nori 放上山鲑鱼和柠檬片 每是加州寿司 不只在食材上发挥创意 酱料也别出心裁 以蜂蜜芥末酱点缀 最后在盘边淋上油醋酱 这道橘白香煎的龟宁糕 名字很有趣 一入口更是惊奇 身是鲑鱼的软嫩 再来是小黄瓜的爽脆 综合熏鲑鱼的香气 口感清爽鲜味十足 除了新鲜生鱼片 这里也有炙烧口味的寿司 放上蟹肉 炸虾 酪梨 这样还不够 再加进鲑鱼片配料相当丰富 淋上自制酱料 还要来一场火焰瘦 炙烧后的寿司 表面带点焦香 有着炸虾的爽脆 蟹肉的细致 多种海鲜一次满足 口感丰富诱人 因为日本的东西都比较简单 可是这边它会做比较多的创新 它会把譬如说不管是摆盘 或者是它的用料 都是跟一般的寿司店很不一样的 吕宗燕原本在美国餐厅担任主厨 放弃百万年薪 选择在台湾创业 背后有着他对父亲的承诺 2010年的时候 跟父亲的一个约定 其实它是因为他生病的关系 他生病的关系 然后导致会有一个想法说 我希望父亲他能够在身体好的时候 到美国去 我们自己可以创业 自己开一间餐厅来做 但是它并没有好转 那就因为没有好转 会导致我会觉得说 其实有些事情我必须做 我很想做 没能在父亲生前完成的医院 吕宗燕选在台湾创业实现了 并将这道海洋牛排 化作他对父亲的思念 我父亲他很爱吃牛肉 但是我们如果说不去用牛肉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鲑鱼 那鲑鱼它跟牛肉是一样 都是属于红色系的肉 煎到表面微焦 色泽鲜红的黄旗鲑鱼入口细致 像是牛排一样软嫩 沾上麻油酱更能凸显鱼肉鲜甜 他还另外开发熟食类 做出炸的寿司卷 我们会用鲑鱼 然后再用一些炸虾还有酪梨 然后我们会去做一个 做成鱼浆 然后再做完鱼浆之后呢 我们会用把刚刚的食材 整个都包起来 那包起来 然后现在再做一个炸的方式 照到外皮维酥带有酪梨的淡淡奶香 沾点酱料 咸甜滋味让人回味无穷 另外还有辣鱼鱼卷 燕红的外表微微辣口相当开胃 搭配小菜和茶碗蒸很有饱足感 吕宗燕当初在台湾卖起少见的 美式加州寿司 其实刚开始接受度不高 生意不见起色 每当这时候 他就会想起 这个带有父亲名字 吕方林的logo 像这个logo来讲的话 它其实就是我父亲的名字 我把这边跟这边这样遮起来 这里就是有一个铝窗口铝的那个字 然后再来的话 那这边我们看就是会有一个方 那方在倒过来的时候 这边就会有一个木头 木 然后两个木就是零 那就是像这样子logo的时候 我就是一直看着 我就会看着他说 好 那我就是要好好地做拿去 印在菜单上的logo 吕宗燕时时提醒自己 只为了守住和父亲的约定 五年来靠着口碑宣传 生意才逐渐步上轨道 正声报台尽情挥洒创意 让寿司也能千遍万化 即使一路走来难免挫折 但吕宗燕始终坚持信念 继续勇往直前 我不会放弃 我还是会觉得说 还是有好长一段路要走